一河通南北千载连古京 千百年来大运河在华安穿城而过 流淌着的不仅是奔腾不息的河水 更是绵延不绝的历史与文脉 如今这条精彩的大河更是流淌进课堂 让当下的孩子们享受到精神的滋养 今天我就和一群可爱的孩子们来到千年运河古镇河下 一起来一场好吃好玩好有意思的沿学之旅 运河沿学我们来啦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千年古镇河下 河下古镇已经有着2500年历史了 最早可以追溯到是吴翁出差 开凿寒沟 它就是以扬州作为起点 直达环墨口 那我们今天马上就走进到千年古镇河下里 希望我们小朋友可以留心观察 因为现在的河下古镇已经有非常不同的变化了 今天游客还挺多的哦 是的 在大运河胜移成功之后呢 我们河下对老街区老房屋也进行了修缮和活化利游 不管是硬件设施的建设上还是各种活动的组织上都做了很多功课 特别是这两年河下的业菜也更加丰富了 吸引了不少难来别忘的游客前来打卡 银学的孩子呀非常多 我们汤河吃着是非常讲究的 改成的皮呢 薄乳籽 这汤也没有啊 经过十多个小时的熬子 成了皮笼 包括呢 也要上浓针 小朋友你们知不知道这个要包多少个褶子呀 不知道 正常我们倒在24个左右 一会儿吃汤包呢 还有一个小口诀 叫轻轻提 慢慢移 先开窗 后喝汤 最后粘皮一扫光 欢迎大家来到牧野区工坊 为什么我们工坊在河下古镇呢 是源自于我们这个造船工艺 最早的造船呢 就是在河下这边 在过去的船子呢 都是木头做的 所以让我们工坊呢 沿袭了这种造船的记忆 木头是大自然的礼物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孩子来到这里 在动手实践中 领悟中华传统牧野的智慧和巧思 感受匠人匠心的传承 沿着环安运河研学 你们还去过哪些地方 学习到哪些知识了 老师带我们去过周恩来童年读书旧旨 我知道当年总理就是沿运河从华安区到了青江湖 也是从运河登船北上到了东北学习生活的 我去过曹云总工所和曹云博物馆 了解了华安运河的输入地位 也知道了为什么华安被称为运河之地 运河同学去过华安的船长 学习过船长的工作原理 知道运河上的船是通过船长上台阶的 运河是华安的母亲河 也是一部流动着的百科全书 孩子们以实境课堂互动体验的方式开展运河研学 不仅收获了历史知识 也传承了民族文化血脉 我觉得这样的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 以大运河为轴 深挖文化资源禀赋 生动活泼地展示了 华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和新时代文化建设成就 热度越来越高的运河研学 正让文化自信的种子 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 感谢! 我们来谈访 GOT! 我们来谈访 口语 1 2 3 3